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不知道你是否有参与教会的服侍 很多时候我们服侍 甚至于我们在进入属灵征战里面 但是我们却忘了求问神 当以色列迷与强大的对手交锋 通常他们会担心害怕 无法胜过 所以他们就很自然的会求问上帝 但是当耶稣亚领军 大败耶利哥和艾成之后 即便的居民听到 就已经闻风丧胆 他们就假扮从远出来的民族 穿着旧鞋 旧衣服 破酒袋 发霉的饼 要来欺骗以色列人民 就是希望与他们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 因为约束亚与这些领袖们 没有求问上帝 就与欺骗人定下了契约 因为他们从这些人的穿着去判断 可能我们也同样犯了这样的毛病 总是以所见到的事情来分析 甚至仰赖我们的服事或者工作经验 甚至你信任这个统计出来的社会的趋势 他每次要打仗的时候会先寻求上帝的心意 不会以自己的想法为中心 甚至他要盖圣殿 他也是寓意完全顺服上帝的看法 那我们应该如何实践这样的事呢 就是每天我们应该花时间亲近神 当我们灵修的时候不要忘了 花一点的时间来倾听神的声音 也将我们所要处理的事情 寻求上主的心意 将我们难处可以交托给上帝 当我们保持有一个这样的态度 凡事寻求神尊重祂的态度 也愿神都保守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